好的我們繼續要帶您來關心的 就是這次卡努颱風 大家都說它有點變歸宿了 好擔心會不會因為太慢 所以反而對台灣造成影響 而現在除了雨之外 大家也很怕強風 因為路上有招牌有樹 萬一砸到真的會頭破血流 那麼很多人都在問 風強風如果你要怎麼判斷呢 它到底有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我們常聽到幾級正風幾級正風 到底是怎麼分的 好其實它有一個標準 叫做匍匐風級表 那麼它是根據風對地面的物體 或是風對海面影響的程度 來定出的等級 從弱到強是零開始 一共有十三個等級 那麼我們帶您來看看怎麼分 好零級當然最簡單了 沒有風就是什麼都不會動 然後第二級是 第一級是軟風 再來是清風 微風 河風 然後再來也是清風 可是這個清是三點水的清 好到這邊為止 其實稍微讓你感覺到 比較有狀況的大概是 從四級河風開始 因為地面上會有灰塵陽起 紙片也會飛舞 小樹幹會擺動 那麼到了清風 也就是第五級 會有小樹搖擺 水面會有一點小波紋 但這都是還好 就一般我們平常的感覺 那我們看下一張 接下來六級開始 可能就會比較有感了 好那麼這個後面請導播再給我們下一張 好那麼這個六到十 六到十級的部分 我們會隨時再來為您更新 因為可能是機器有點問題 那麼我們繼續來看到的就是 這個薪姿的部分 大家都很關心 因為今天北北積儀都是停班停課 那麼很多人就問說 那到底我要怎麼跟這個老闆算薪水 到底會不會被扣掉全勤呢 好其實公司如果要求你 在今天的颱風假要正常上班 你可以不去嗎 答案是可以的 你可以行使退幣全不出勤 而且雇主是可以不付你薪水的 但是不能扣你的全勤獎金 而另外如果我今天來上班 像我跟家瑋 那今天來上班薪資怎麼計算呢 老闆是要正常給薪水的 但是如果今天剛好是你排休的日子 那麼老闆就要付你加班費 那麼颱風假就是等於無薪假 因為上面說雇主可以不用擠薪 好那麼其實勞動部還是建議雇主 不要扣發薪資 也就是說叫老闆盡量不要去扣 員工的薪水 而且絕對不能視為礦工遲到 或是扣發全勤獎金 那麼大家的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繼續看下去 雇主要求改居家上班合理嗎 譬如說像我們有很多記者 那他寫稿子 可以今天在家裡寫稿嗎 不要來公司 那麼你必須要徵得勞工的同意 他覺得OK才OK 那麼如果你居住的縣市停班 公司的縣市卻正常上班 譬如說你住在桃園 但是北北基現在停班停課 你的公司在台北的話 那麼可以不去嗎 可以 因為只要是你的居住地工作地 或是上班的途中 會經過的地區 任一個地方有宣布停班的話 你都可以不用到班 而外送的部分 大家都在問 好那麼習慣叫外送的 北北基民眾 今天在家沒有餐可以叫囉 因為包括熊貓跟Uber Eats 兩大平台 昨天晚上就宣布了 今天停止外送 主要就是為了外送員的安全 所以大家趕快準備好泡麵 那麼有外送員在臉書留言說 或許有某一些人會因為肥單 因為這種天氣 大家喜歡叫別人送 有人會因為肥單心動 但是生命可貴 是經不起一次意外的